他是一代银贫硬汉 被称为警察专业户 曾与周润发其名 是香港娱乐圈当之无愧的大哥 一手捧红周星驰 却反遭背叛 直言周星驰忘恩负义 多年后回应说想法不同 他就是李修贤 说起香港电影圈的警官形象 李修贤最为大众所熟知 他在自导自演的电影《公仆》中塑造的警察形象 让他一连斩获金马奖和金像奖双妙影帝 以及最佳导演的听名 今天我们就来讲讲他的故事 出生于1952年的李修贤 自幼在鱼龙混杂的平民区长大 成长过程中见证了太多混混横行霸道 饥饿如愁的他便立志做一名逞奸除恶的警察 由于家庭困难 他的志向遭到母亲的反对 他不得不辍学打工补贴家用 在1970年邵氏开设议员培训班 李修贤便抱着事实的心态 成为了训练班的第一批学员 从此成为李修贤人生中的一个巨大转折点 在培训过程中 他给别人下的功夫都要多 因此他在一大批训练中 被有暴力美学的张彻看中 迁入公司旗下 作为一名演员 如果没有名师之变 很难在沃湖藏龙的演艺圈出人头地 此幸李修贤遇上了著名导演张彻 展开了他的演艺生涯 虽然张彻弟子众多 他只能出演配角 但他还是凭借自己的才华闯出一片天 所以后来张彻说 李修贤能够走红 并非由我而红 我只是带他入行而已 1984年 32岁的李修贤在进入演艺圈的第13年 自编自导自演了电影《公仆》 在片中试验刑警阿碧 在面对线人被人教训时 他会伸出援手挺身相助 在措手勿杀五辜的路人时 他会产生深深的自责和内疚 在同僚牺牲之后 即使凶手与自己关系密切 他也会秉公无私 阿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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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部影片大获成功 从此他在大荧幕上和警察结缘 先后在龙虎风云 蝶血双雄 江湖情 英雄好汉等多部影片中 拜年警察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尽管未能当上真正的警察 他却通过电影 圆了小时候的警察梦 而他和周润发主演的蝶血双雄 最为经典 成为影迷心中不可或缺的岛片之一 片中他的表演和气场 不输周润发 成为除了万子良之外 和周润发演戏 没有被盖过光芒的影星 影片中周润发饰演的 李正义邪的江湖英雄 和李修贤饰演的 以神正气的警戒英雄 从不打不相识 到信心相惜 在联合对付汪海匪帮的过程中 结为生死之交 两大演技派标系对决 俘获无数观众的喜爱 李修贤除了在影视作品上的成就外 他还创办了万能营业 提前后辈周星驰 当时的周星驰还是一个 在聘场跑龙套的小演员 因为万子良的推荐 参演了李修贤指导的 霹里先锋一炮而红 获得金马奖最佳男配学校 李修贤虽然对周星驰有提携之恩 但李修贤经常痛骂周星驰 有这样一句话 李修贤喜欢在片场骂人 但骂得最惨的一定是周星驰 在周星驰的电影 《大话西游》里的一句台词 就是李修贤在片场大骂周星驰的一句话 因为周星驰演戏太较真 被李修贤大骂 演戏又不是立即活 你干嘛像条狗一样卖力 1990年 周星驰在赌胜里采用无厘头的表演方式 引人入胜的情节 夸张搞笑的气节 影片上映后打破了香港票房纪录 一时间周星驰名声大噪 李修贤看到周星驰一夜成名 开始不断打压周星驰的片酬 甚至让他拍不喜欢的电影 两人因此出现分歧 情剩之后两人再无合作 最终让素有尊师重道的李修贤 大动肝火 只愿周星驰发达后不认人 更是把周星驰低下卖给了向华强的永生电影 之后和王金合作 创造出一步又一步的巅峰之作 但在一部作品中 周星驰直接背负上忘恩负义的骂名 在电影《季工》中有一个片段 是一面墙上图有骂李修园的话 因为与李修贤一字之差 被人恶意续解为周星驰在纸丧骂怀 就连同位演员的大傻陈奎安也是这样想 他说当时他什么都不是 没有人认识他 是我老师一手把他带起来的 如今他红了 却不理老师了 我希望他不要忘本 陈奎安同周星驰一样 背里修贤一手带红 才得以在香港影坛站稳脚跟 虽然他名气不如星爷大 但赚的钱足够养活一家老小 他为人恨后仗义 即使在片场被骂得狗血淋头 也绝无二话 有一次拍戏 陈奎安将价值高达一百万的跑车 开刀报废 这样的人当然会对李修贤忠心耿耿 也自然会把周星驰当作假想敌 对此周星驰并没有回应 还在公开场合感谢李修贤 我非常感谢李先生 因为他这个机会没有给别人 如果没有李先生 我可能什么都不是 事情已经过去多年 再谈起两人当年决裂的事情 李修贤表示 大家想法不一样吧 如今的李修贤逐渐退出影坛 很少在担任主演 在网上爆出他和妻子在街头的照片 照片中的他相貌苍老 完全不像当年叱咤风云的荧幕英雄 但作为影帝级的人物 李修贤在影坛的贡献不可磨灭 希望他可以偶尔带来作品 好好享受晚年生活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如果有想了解的明星人物 记得在评论下留言 让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